他月租費的話就是每個月196塊 4G全數吃到飽的話 一個月有12G 12G的用量用完之後 就會切到12M的網速吃到飽 所以基本上用量沒有很多的話 都足夠使用 用LINE也是可以的 每個月4G上網 加網內免費通話 花不到200塊 如果不想備限速 也只需300元有找 亞太電信 趁著跟遠傳合併前 再沖一波新用戶數 另外台灣之星同時祭出 399西馬或新生辦 4G不限速吃到飽搶試 不過隨著整病潮結束 過去手夠短襪的4G吃到飽 恐怕很難再看到了 那有可能你還會看到 更低的優惠的部分 那可能要特別看一下 它的合約內容 可能會有限速的問題 或者是只有前兩個月 前三個月的吃到飽 這些條文都要特別去留意 2018年全台曾掀起一波 499吃到飽熱潮 卻也因為銷價競爭 讓民眾習慣低資費 加上追距 傳訊息或視訊會議 4G已經很夠用 導致5G傷轉三年多 滲透率仍遠遠不如預期 延調機構統計 今年底前臺灣5G滲透率 渴望從目前的23%提升到30% 為了衝刺5G普及度 後來4G吃到飽優惠 勢必陸續退場 由5G方案取而代之 如果以診病之後 今年年底當然我們可能現在的方案 都還是差不多 那預期如果兩三年之後 等4G真的是慢慢的被汰換之後 可能在5G的方案 三大電信他們一定會想要 把自己的5G的門號量再提升 那勢必可能在599或799這些資費的優惠 會越來越多 甚至說吃到飽現在是1399 會不會降到1199或999 這個都是可以做預期的 499就是便宜的資費 那一段時間 起了太多的4G用戶綁約 那再來第二個蠻重要的是 5G 現有的5G吃到飽 它的方案還是有點偏貴 就是平均的話都要1399 對 那相比現在 現在比如說499吃到飽 它來說就是差了三倍的價格 每個月差三倍的價格還是蠻有感 台灣電信市場進入三強鼎立 大者恆大時代 遠傳並亞太電信 台歌大並台灣之星 都進入公平會審理和補件階段 不過光中華電信一家 行動試占率就逼近四成 誰能瓜分大餅當老二 廝殺將更為激烈 兩個公司就變成一個 這個是有一部分的程序 也是太難 雙方董事會都通過換股比例的調整 而且是我忘了講說是在非常和樂的氣氛之下 和樂的氣氛之下 比如說我現在打電話給你 那我現在就可以按這個共享功能 然後我就可以共享比如說我的音樂 用iPhone手機視訊可以一邊聊天 同時跟線上親朋好友分享 自己喜歡的音樂或影片 現在各式各樣應用軟體 包括AI智慧醫療遠距工作 都需要5G才能更順暢 3C達人認為 若能提供更多加值服務 自然能吸引用戶出現4G遷徙潮 因為變成三大了嘛 那現在用戶數大家都差不多的前提之下 現在各家要拚的可能就是差異化服務 所以如果比如說好原船 他可能在影音的功能 或者視訊的功能有比較強化 他可能就可以吸引到4G用戶 願意轉移到5G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未來的三大 他們可能就不會朝向說 多少人吃到飽的這種方案 來去用消價競爭的方式 來去刺激用戶 3C達人認為5G滲透率想提升 必須先解決高資費問題 另外AR VR 元宇宙等 殺手機應用出現後 才有機會帶動普及率 讓5G時代真正到來 TVB的新聞中影輪 戴源立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屁 hive 中人 銪 炭 木 中人